郭文貴了解我們抱怨革命 了解新中國聯邦 你從哪裡開始 清風看守所 八九民運 是吧 你這個事是不是事實 我說了不算 但是發生的事情 八九我怎麼進去 在清風看守所 到河南鄭州中原佛首 我蓋的是中原佛首 我蓋的不是潘多拉河的 我蓋的不是陽王殿 我蓋的叫佛首 我為啥叫佛首 是吧 然後如何就跟澳大利亞 帕馬斯底下建造了中國 到現在為止 唯一一點使用 等壓是 單元是沒有強的建立 到現在為止是最好的建立 我那時候才多大的人 我是從地獄裡爬出來 搞了一個中國中原地區 五星級飯店 而且是中國人管理的 這沒有的 從那裡到北京 你在聊天到北京的時候 你看我跟共產黨的關係 盤古大關 金權廣場 龍盤古奉金權 然後我是1999年買的地 押了是2001年的中國奧林匹克 而且我押對了 從60塊錢人民幣的 一平方米的地 漲成20萬人民幣 千倍的回望 這也不是我編的 也要跟共產黨勾兌不了地 是農民的 奧運會沒有人敢押 那是我自己做的 這個是腐敗做不到的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還敢說 我是唯一沒有拿共產黨的錢 在西方 所以說這是其法 而且我沒有任何犯罪的 共產黨調查了 一萬多個警察調查了幾年 那麼盤古大瓜的故事是什麼 是一個人的品行 一個人的能力 你告訴我中國任何反對上老闆 說我不買共產黨的地 然後還能押准奧運會 千倍的回報 而且被共產黨劉志華 王岐山拿走還能拿回來 千萬別忘了 共產黨建國以來 唯一一個咯不扭到大嘴的 告共產黨去委屈的人 讓北徵城三千多個官員的商人 瞬間進捷運 而且我還能活下來 而且我能讓中共中央政府 給我中央常委的待遇保護著我 我兌現了2008年8月8月8日 把盤古大官全部落成 我是2007年就完成了 即將完成了 我還建造了一個中國唯一的金融體關聯 你說這些話是我能催我能倒假嗎 不但如此 盤古大官是中國第一個最早的 把房地產變成金融化 金權廣場 是唯一一個在中國提出生產板塊的 就是我國民 所以你跟我談房地產 我真是不尿他們 我尿他們也看得起他們了 我說這話他都沒有了 我在鄭州玉達就搞房地產信托 中國我沒見過一個人都把房地產信托了 當時的田國麗 其實郭文貴怎麼鬥 他們房地產信托這什麼玩意 這是什麼東西 在研究我 王岐山的秘密 新加坡第一個房地產信托 李嘉誠告 但在這之前我已經開始了 所以說你就做生意 你記住盤古不是吹出來的 也不是騙出來的 也不是槍奸出來的 玉達也不是騙出來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百分之九十九是我的設計 每張椅子 每張圖 我的同事 員工將近一百三十萬人 你可以問每個人去 每個勺子 每個餐館都是我的設計 所有的這一切是我 而到今天是中國威二的 五星級 七星級飯店 中國人管理 中國人文化 講中國語言的建築和中國的酒店 這是我吹的嗎 盤古大觀這個龍頭 這個龍頭的鼎立 每個故事聽起來 都能讓人真的心碎 感到心悉 所以說你看一個人的時候 你不要聽他現在說什麼 你看看過去說什麼 從1983年我郭文貴離開了學校 被大逮捕給關進去 到後來89年支持六四賣掉摩托車 我那時候我是能賣掉摩托車89年 我19歲我有摩托車賣 你有沒有想過說郭文貴沒有 你有摩托車賣中國暗紅那時候 有幾個有摩托車零路摩托車 你告訴我3000塊錢的摩托車 有幾個啊中國 北京都有幾個零路摩托車 我那是三台摩托車我還有騎車 我能賣掉摩托車支持北京 我從哈爾濱到這個河邦子 瀋陽錦州一直到北京三海關 一路上前前到北京到鄭州 到安陽到浦陽這個寶寶 然後我進到清風卡通署 我能活著再出來 你覺得這能活著還能出來 你覺得這是我吹的嗎 我現在是活人啊 我是1991年出來的 我出來以後我建立了玉達國貿 三億多美元 你覺得那錢我是能騙我 騙人的容忍我幾十年還在活著嗎 我出來以後愛馬仕 你覺得我最頂級的公司 你覺得我是吹的嗎 你覺得我都忽悠了 這事我都可以辯證的 這都是能力和行動的結果 我九一年出來 在法庭上說 郭文貴出來以後就三億多美元 這意思是公共黨給我三億多美元 你說大一點這麼愚蠢的 郭文貴那時候能拿出三億多美元嗎 他能拿出三億多美元嗎 他能盖出一排玉達國貿的樓嗎 他能找到澳大利亞的 所以說這一切我想說的事情 這是事實 盤古大官是郭文貴一個人 對政治上挑戰 正義的挑戰 和情報的組合 和人脈的能力 和個人的魅力 和一個人的意志力 我一個人挑戰中共 在北京城 把北京常務副市長 即將進中央核心的人 曾慶紅的第一大罷載 劉志華送你演員 當時的什麼物美啊 是吧 劉曉光啊 你現在手鋼 這手撞手開 那都是最牛的人 通通消滅 三千多人 郭文貴還能在北京城 受著常委的代理 到哪去封路警車 到白鶴賓館 整個樓關掉 所有安全部的人保護著我 為什麼啊 所有當時的胡錦濤 還有令計劃 下令 親自下令 郭文貴的每時每刻都給我報告 連馬建部長給我說話 他都得登記 安全部給我見面 他得報到令計劃的人 吳光正 班長小腿天天坐著我的樓台跟我聊天 吳光正當時就是當年的王第三 殺人魔王 我對現了沒有 澳英會我沒讓他變成一個黑龍 而且成為全世界三家美、三千家美 全世界數千個名人 班農每天都給我說 我當時想進盤國 我進不了 我就知道這個家伙太牛了 我那是律曲 任何一個車要過骨 官仔流降 長尾的車都要有個特充牌 郭文貴有100個牌子 我給你 你開著大罐都可以拉人進來 我就只有這樣的人 這難道是吹出來的嗎 是騙出來的嗎 是不是 這個盤古大官 證明了我一個人的能力 和對共產黨 還有我還能保持結身綜號 那時候習近平是副主席安保委員會主任 每天 就每星期兩到三次到盤古到安京平 我的樓的臨時辦公室就在盤古大官 盤古大官是奧義會安保中心小組的辦公室 到現在都沒車在盤古大樓下 到現在樓頭上頂著那個大的那個 那個那個監控儀 GPS儀全在那兒 安全部的所有辦公室 我從來沒進去就不在那兒了 另外一個就是安全中心小組我見過 都是大屏 它裡邊 我都見過 千萬別忘了 這是吹出來的嗎 這是我認為我人生最高峰的時刻 包括我還沒跟大家講 鳥巢水立方的設計 還有整個中路線設計 是我找的德國的 當年希特勒的御用建築室 死貝爾的兒子 小死貝爾給他處理部位 千萬別忘了 這是我人生中 你抹不去的 我在共產黨 我在中國 還誰能做這一點給我試試 從地獄裡爬出來建造玉達 從玉達到北京 從奧運會前拿下金權盤骨 然後基金地飯店 然後在奧運會前 幹掉整個把北京叫綠色奧運 過年叫年寶奧運改成綠色奧運 把整個北京城的經濟政治領域徹底改變 然後我這人還不沾屎 還能傑伸出來 然後我還能到十八大 王岐山在消滅我之前 我能橫得出來 我在香港短暫停留到英國 在英國到美國 然後我才發動了爆料革命 我還能滅共